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各位早晨 来到7月18日星期四 欢迎收看今天的ET开市直击 我是Irene 红艾尔 今早有所罗门集团投资及ESG 亚太区总监黄耀忠Andy 为打分析视频解答投资问题 早晨Andy 早晨 大家好 昨晚美股都真是很精彩 精彩是有有好有不好 道指又再创新高 科技股被抛售的纳指重挫 中概股都偏远 恒指亦是56点 待会会问Andy 即是最新的市况 昨晚的中途股都突然跌了 如何部署好呢 大家有什么个别股票而难 欢迎WhatsApp留言名 电话就是96133819 或者在节目留言区留言 说下两名和上万的股票问题 现在先看看隔晚美股表现 结果星期三是个别发展 有全美国施压盟友收紧对华 晶片贸易 半导体股租洗创 其他重磅科技股亦都受压 拖累纳指急跌2.8% 标志跌1.4% 美联署局官员都发出利好减息言论 资金缓码道指又创历史新高 首次升穿4万1千点关 收市升243点 报4万1千198点 成份股联合健康升超过4% 标志收报5588点跌78点 纳指日报17996点跌512点 最终小型股罗素2000指数一度做好 收市跌1% 美债升日继续受制于4.2来关 美汇指数跌穿104点 日元秋升超过1% 超过一个月的高位 英国通胀比预期强劲 英镑一年来首次升穿1.3美元 现货金价转一步破顶 直迫每盎司2500美元关口 焦点美股方面 Meta跌超过5% Tesla跌3% 苹果和亚马逊跌超过2% Google和微远跌超过1% 环球芯片供应链股份大幅回调 其中ASML业绩之后 美股跌超过1% NVIDIA跌超过6% 台积电和AMD跌8%到1% 看台股和ADR表现 百度比港股跌3% 麦阿里巴巴和京东跌超过1% 腾讯美团跌0.9% 网易比港股收市跌0.6% 汇丰控股ADR比港收市跌1% 友邦跌0.5% 建行跌0.8% 比亚迪跌1% 小鹏和蔚来跌3%至5% 接着看看今早早外围市况 导致期货继续向好 41,514点 升87点 马表指期货和纳指期货都是回稳 至于亚太区股市方面 普遍都要向下降 其中日本股市跌2% 预警平均指数40216.881点 而南韩股市跌幅跌近1% 澳洲股市跌幅相对小 跌0.1% 看看恒指黑期的表现 看看港股增加 初段可能都要继续偏远 黑期跌60几点 和Andy聊聊外围的最新市况 其实昨天已经是日本或台湾 已经开始反映的芯片股 环球芯片股大幅回调 因为消息面上也有很多 包括美国政府全向盟友施压 威胁更加严格的贸易管制措施 限制先进芯片流向中国 这是拜登政府 另一方面 特朗普在接受访问时 说台湾奪走了芯片事业 应该向美国交保护费 我认为这个言论大哥 你怎么看现在的事态 发展对芯片股有多大打击呢 会不会还未沽完呢 我觉得里面有分几个层面 首先这个消息 当然了 我们首先原本很多芯片股 都不便宜了 就是短期来说 所以稍微有少少一些 不明昂金数 会做到一些风吹吹好动 当中 例如你刚才提到的 要向台湾交保护费 那些 首先我觉得特朗普 是一个很懂得利用传媒 令到把焦点放在自己身上 这个也是其中一个手段 因为其实 看到网上有些数据都显示了 其实如果你说以台湾 真的要去交这些国防 那些 其实大家可能在看着 特朗普在说的数字 其实不是一些大数字 反正是不是都本应做了 已经将一些接近 其实是等于跟平时一样的东西 只不过突然提升出来 令到媒体有很大的质疑 就是大家去做一个title 做一些震荡 我会觉得他很成功追击了 就是由原本那次 和拜登大家第一次讨论的时候 最近又被人射到耳朵 那些 一连串整个效应 令到很大 虽然我说这个所谓的保护费 不是什么很新奇的事 可能是字眼上的问题 也不是什么很公司的事情 是的 第二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短期 关于芯片的情况 因为 例如 首先 我觉得拜登在他们那一边 其实现在好像听下去 看着媒体好像听下去在输 那好像在做这些动作 究竟对自己未必是好事 是的 还是原来现在我们听着媒体上的消息 好像很一面 但会不会 其实根本原来不是一面 可能拜登那边是很有筹码 所以拿这些东西 这些我们这一刻不会知道 但是身体也很担心他 又中了COVID 是的 那无论如何 我觉得大选上的结果 仍然有变数 是的 我觉得不应该过分一面 例如Trump trade 那些东西 待会再说那边 芯片上的打击 最重要是因为它里面提到的字眼 原来好像昨天那样 ASML出了一个业绩 看到其实数据是漂亮的 是的 那数据是漂亮的 还有一些是 外地对它的收入的占比 仍然是一个很大的份额 是的 那就可能 令到大家会去想一件事 惨了 美国现在突然又说再打击 还要是向盟友 其实突然好像很独裁 我不跟他做朋友 你也不可以跟他做朋友 是的 这一个角度 反而是令到大家会害怕的 因为它特别有点名的 是的 即是ASML TOKER ELECTRON 这些 大家会害怕的 因为 其实如果我们去看着ASML份业绩 其实今次内地 或者现在向着其他公司买的芯片 都不是最先进制程的了 其实可能是旧一代 旧两代 那变成了 这个是本应 美国原本是留有这个空间的 是的 那突然间 再令到一些企业 那我怎么转身呢 是的 你好像是杀到想我整本书 是没有中国收入 那是没有什么可能的 是的 这一个位置会有个打击 但是我自己 就是情绪上会有个打击 但是我觉得发生的机会 不应该太大 因为再这样捏下去 就像我刚才所说的 你开始的问题 已经不再是纯粹是企业 你硬把自己的一些政治的筹码看法 放在盟友上 对自己的国家之间的合作 也不是一件好事了 听来说 可能都是一些 选战期间的叫嚣的行为 但是始终到11月大选 会不会这段期间的芯片股 都会受到拖累 即使前景应该是好 但是短暂来说 是否也不要轻易去骂 或者吸纳 我觉得维持像我上次的说法 因为本应这个版法不是便宜 是的 就是我自己就不觉得 就是如果我自己 我不觉得应该说 整个仓全部都只是精兴股 就是我上次也是这样的看法 那你说如果拿着那些 技术走势就更加恐怖 是的 就是你看到 例如你刚刚开NVIDIA 那你其实都看下去是一个短线双顶的 是的 还要昨晚就好像是实穿颈线 就是你短期升不上去可能 120流上 那其实你那些人就可能会想 双顶啊 如果纯粹以图论图 以图论图你看过双顶回落 那就是刹穿颈线 可能要回多10多20元 是的 所以你说短期调整 纯粹看过技术走势 都看到有个量度目标在 是的 但是我觉得最重要就是 就是刚才那句 或者配合上次的说法就是 不应该去硬去骂太贵的晶片股 尤其是本应可能实力不是很够 有曾经弹过那些 那些就可能要撇一撇开的 就是等于你见到昨晚 其实AMD的也很多 是的 可能很简单的功课 要做的两样 就是撇除我们这边 关于晶片股的业绩未出 但是要看我估计两样功课 就是一 就是你短期本应贵不贵 第二就是本应收入 可能跟内地上的关系有大不大 是的 那我觉得刚好这些消息 是配合了高估值 现在就开始做短期调整 是 那会不会建议 重仓晶片股的投资者 都真的要减磅呢 我会 就是始终 如果不是一个很中长线 mindset的朋友 始终可能会很 可能会对中间的波动 会不会很担心 我见过有一些中长线的投资者 其实他们不担心波幅 是去到什么情况呢 是听过 原来九几年已经是买科技基金的 是的 可能他平时不太看 不是不看 都可以一直看 是看 但是我见识过的是 香港比较少的人可以捏这么久 但是其实他 预计了是有这么大的波动 我只会说两个大的correction 甚至计算过三个 这样你都能捱过的 就是 你可能不是每个人有这些心态 那你可能是短线一点的 那我相信 这些就未必去看太多基本面了 你纯粹就是以图论图 那你看到原来当刚才的为例 那你发觉 不是的 你下面的空间还有几百分 要自己转身 这个就是自己的衡量 每个人有点点不同 但是我觉得我自己就不会这么急 现在说要 即如果半年不够货的人 我觉得未必要这么快去加仓 明白 但是很幸运的是 美股也还有股份升 因为近期大家很常说的 就是减息交易 因为随着就来九月 好像减息的预期越来越高 还有特朗普交易 特朗普交易 就是刚才Andy说 大家不要太看重 但是现在市场就是看 好像这两样因素一路影响着 所以变相小型股 传统股都有资金流入 所以板块轮动之下 看到导致的 看见到导致的 看见到导致的